欢迎来到客户新闻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客户新闻 我是Cindy 油价狂飙导致全球股市震荡 而对投资人而言新的机会又在哪里呢 欧姆宣布将在2027年摆脱对俄国的能源依赖 英国也宣布在年底前停止俄罗斯进口石油 除了节能减碳的议题之外 推动能源转型也是迫在眉睫 专家评估到2030年 电动车占整体的车市比重将达到30%左右 意味着相关厂商将有巨大的成长潜力 例如华福成功转型车用零组件 预计在第二季新建马鞍山二厂 完工后营运有望更上一层楼哦 另外康普积极抢占电池回收市场的商机 长线成长能力强 综上以高毛利的车用多层版为主要出货方向 陆续导入一线汽车供应商 后续的发展值得大家留意哦 另外一粒店出产汽车抬头显示器 第二季起中国新客户量产出货 将明显贡献营收哦 以上的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喜欢我的影片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 这新闻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